好啦,又換回舊的耳機線了 那真的,就是像是吉他那些共振的低音都消失了 就完全不見了 就... 喔,所以... OK,所以又換回舊的耳機線 那真的,那些吉他的那種低音的共振 那些就是低音的那些表現都消失不見了 就新的耳機線有表現出那種共振的那種低音的那種共振的感覺 哇,我整個人都在振的那種感覺 舊的耳機的確是就沒有了 然後還有像是那種比較高音的 像是吉他那種旋你在換音然後在滑的那個聲音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就那個比較高音比較滑那個弦的聲音啊 那個舊的耳機也聽不太出來 就那個比較高音比較在滑的那個聲音就不見了 新的耳機線有表現出來 啊,舊的耳機線這個是就是非常不明顯 就比較模糊不清的感覺 那新的耳機我不知道它是有點像是調味嗎 讓它變得更凸顯出來 還是其實原本就該聽起來像這樣 啊,我舊的耳機就聽不出這些細節 所以同樣的耳機換的耳機線就整個聽起來完全就不一樣 就是真的是聽得出來有差別的 所以一樣的耳機換的耳機線真的是聽起來差距還蠻大的感覺 就是我又換了一副耳機的概念 所以耳機線的挑選啊,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該怎麼挑選 這就是因個人喜好來挑選 然後你聽了才知道 然後你也沒有偵測去辨別它的那些器材啊 它的頻率到底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但是聽起來就是不一樣 那就是看個人喜好就是非常主觀的 自己聽了才知道哪一個是喜歡 哪一個是不喜歡 啊